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现在我们看看第八角 不竞争测表 我刚才说了 F营销模式其中有一个点 FIRE FIRE是对抗 对抗有人说 只要是对抗 只要是竞争 肯定是一种消耗 当然有些老板说 我可以不竞争 绝对做到不竞争的企业 没有 甚至说基本上就不存在 除非你是冷断的 国家冷断的 像什么中国移动通信 即便是中国移动通信 它也面临了一个竞争 马上国际企业 WTO一旦放开 所有的国际上的通信公司都进来了 进来以后它还面临了一个竞争 那怎么办呢 不竞争是相对的 绝对不是绝对的 所以我现在就讲 我们既然要想达到不竞争这个高度 那有哪些方法 这里面我讲五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快速强占消费者的注意力资源 你只要抢在对方的前面 你就可以占领消费者的资源 那市场你就没有必要竞争 或者说很少有竞争 你已经把该得到的都已经装进口袋里去了 只要把这些资源紧紧拔在手里 你就可以长期占领 第二个是缺点营销 有些企业营销上来以后就说自己怎么好 广告上面有这么一个概念 越说自己的广告好 产品好 顾客心里越拍死你 为什么 顾客被骗了已经很多了 顾客就这么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注意力资源 还被他们这些人的话欺骗了多少次 那我们现在就要放开这个胆子 怎么做呢 缺点营销 利用缺点去运作 当然了 不能绝对 老实说自己的缺点怎么卖 那根本卖不出去 我说我们成立自己的缺点 同时是为了更好的什么 取信消费者 更好的肯定自己 凸显自己的优点 我们是反手做市场 第三 营销明天 不要老是看现在市场怎么好 市场超流是什么 我就开始追 你追不上 市场永远不发展比你快 你要知道这一点 市场永远比自己的企业大 市场不可能是企业的 但是企业永远是市场的 即便是有一天 你占来中国百分之百的市场 但是你还不能说市场永远是你的 为什么 消费者不可能是你的 不可能是你 你不可能绝对控制消费者 这是第三 你像明天 我们看以后怎么办 我们再挖掘一些新的什么 新的一些机遇 进展的东西我们就不做了 让他们去做 你们进展吧 我们就不做了 然后我坐这边 然后那边 那边地方都是你们的很大 然后我一个人占那么多 我占了百分之百的这个区域 对吧 你们这么多人的话 一个人会只有一平米 这是第三 第四 打到名牌 你一说打到这种 知名品牌 错误 我建议企业表达到 知名品牌 这次知名品牌知名度要高 如果说你的品牌里面 没有核心的话 你会死得越快 我们打到什么样的品牌呢 明星品牌 明星品牌什么意思 你像明星一样 有感召力 你看 你提到这个 我刚才说佩永俊 年轻人正被一呼 我们要支持你 超女的话 要支持你 为什么超女这么红 就是因为好多人支持她 这是她的表现形式 自己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把右背伸生起来 支持你 很有劲 把自己累死了 支持别人 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就不来实际的 第五个呢 你看 差异化运行策略 人家往凳子 你往西走 行 没问题 可能也没有竞争策略 你看清楚了 大家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你避开 就是说差异化运行策略 更加不一样 不竞争方法 我们讲究讲五个点 我们看第一个 不竞争方法 一 快速抢占消费者的注意力资源 只要你认为 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方法 让消费者购买你的产品 那么你就可以不考虑竞争艺术 只要你有足够能力 你认为我这个东西 只要出去 消费者肯定会购买 你不要问了 竞争对手 可能这点干不过你 有时候相信自己 做回自己更重要 好多企业 为了做竞争 撕去了自己 竞争对手怎么办 我就跟着 这边怎么办 我就跟着 你看现在麦当劳 肯德基 麦当劳我哪跑 肯德基我哪去 肯德基我哪去 麦当劳我哪跑 结果的话就纠缠在一起 纠缠不清 还好他们两个品牌 有点相当 如果一个小品牌的话 你比如像中国一般的 这个联手店 你跟着麦当劳跑 累死你 跑到后来的话 开店的钱就都没有 你还去卖产品 不可能 现在我就说 快速抢占消费者 注意力资源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根本不要考虑 市场黑存在哪些竞争 如果你考虑竞争 因素要越多 越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越会考虑到 越会失去自己自我 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做市场 展现自己的核心优势 没有 我做的不是自己 我做的是别人 你来复制别人 好 看啊 像今日集团 以前那个今日集团 它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锦料 实际上这个案子 时间有点时间了 但是他这个 当时在社长上 已经很成功 即便是现在 还可以借鉴 今日集团推出一种 新产品 生命核能新产品 策划 从马军人手中 一千万购买神秘配方 然后策划这个事件 然后通过这个媒介潮落 预热 之后呢 举办一次装商会 结果的话 一次性把这个产品 推荐市长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这么一个点 第一个就是 今日集团 这种核功能产品 这种核能产品 绝对在当时 绝对不是唯一的 肯定是有竞品的 但是为什么 他可以这么做 一下扑到全国 为什么 他就策划了一个事件 你看 哪个事件 马军人手中买过来的 首先 第一个 马军人是社会冠军 他培养社会冠军 有人觉得 就会在猜了 有人说 当时的话 中国的社会冠军会有什么其他方法 得到的是金牌 有些人肯定会有些秘密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是一些 一般人不作为人道理的方法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他的成功点 马军人 就是因为可能有这个 就有可能有这个 生命核能这个产品 造就了一批冠军 这个东西肯定是棒 肯定是棒 买他就引这个产品 就有可能成为 成为社会冠军 这么好的体制 就会达到这个目的 结果的话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一千万 买下这个神秘配方 一千万的话 说明公司是实力了 花一千万买这个神秘配方 中国的企业并不多 买核心技术的并不多 当然这个配方的话 又不是核心技术 它只是什么 它只不过是一张纸 只不过是一张纸 这里面还不能取代技术 技术的话 里面还有设备集中一块 这里面就说明什么问题 花一千万买来的这个东西 它买来的什么 买来的这个点 是什么 消费者注意的这么一个点 他花钱买了什么 花钱买了实际上 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资源 这是第二 第三 他既然这么做 说马运人这一块 他有好东西 我策划成马运人手中 买这个 买这个什么 神秘配方 实际上他还是变相的 请马运人做了一次什么 代言 马运人就是我公司形象代言人 他只不过不直接这么说 既然是他卖给我的东西 他不能差了 马运人既然是 培上世界冠军的 他更应该对中国人负责 他这么一说的话 全国人就 这个事反而相信了 所以他一开这个大会的时候 一开这个双方大会的时候 他那个经销权 全部是拍卖出去的 产品一下子就推向市场 推向市场 结果产品是一次性成功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竞争的第一个方法 快速占领什么 消费者的注意力资源 他根本就没考虑 市场上还有其他饮料 根本就没考虑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金融集团 做回了自我 做回了自己 这是不竞争的方法一 我们得看看第二个方法 缺点营销 缺点营销的话 你看 主动承认自己的缺点 但是更好的也就是 肯定自己的优点 这里面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就是 主动承认自己缺点 这么一个企业 是可以快速获得 消费者宽恕的 如果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缺点 市场一旦发现 你必死无疑 当然不能不一定百分之百 让你死掉 可能会对你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你在市场 没发现你的缺点之前 你主动去承认缺点 或者说人家说了 你也去主动承认缺点 首先这个里面 这个态度就已经获得人的什么 宽恕了 宽恕你了吗 这个还是比较诚实的 对这个诚实的态度 做人态度非常好 就像他的一句话 怎么说 时代官方说做事先做人 实际上消费者也是这个意思 他看你会做人 好行不错 在人这个道义上 在思想上 我们也是取得一致的认同 不错 事情错了 可以改过吗 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吗 这第一个好处 让他们快速的去什么 让他们去认同你 宽恕你 第二个就是 变相肯定自己的优势 这个时候 如果在肯定自己优势的时候 会得到消费者的 更大的什么相信 更大的信任 我首先承认我缺点 我这个地方确实不好 但是我又告诉政策队说 我这个地方不好 我这个地方好 消费者认为这个人很诚实 他说不好 他都承认了 那好了 肯定也是错不了 结果的话 他会把什么 他就会把钱 托给你 因为我这个钱给你投票 人民币给你投票 结果的话 就是缺点有效的话 可以这两个好处 我们看一个案子 美国有一家公司 生产这个水口水 但是水口水公司的话 这个他有什么缺点 这个味不好玩 但是在美国 曾经一时的话 好多人都用这个东西 结果后来有一家公司 他生产一种新的这种收口水 结果这个收口水的话 轻微非常好玩 不错 结果他又往市场上 就推出来了 就说这么几句话 说美国这家公司 这个收口水 很臭 很难闻 然后人家用了以后 影响 影响身体健康 或者影响 什么 情绪 无论以后 什么都不想干了 迷糊了 结果他挑了这么一个缺点 这个美国收口水公司 这家收口水公司 并没有想 我去反击他 我这个怎么好 怎么那个 没有这么说 他反而开一次新发布会 首先第一个就是 向全国的消费者道歉 我们的公司的收口水 确实不好玩 确实不好玩 道歉了 这个家 他金融对手还那儿没了 当时就说 你这个东西既然不好 你还卖什么东西呢 这个气味这么难玩 结果他说到下面一句话 恰恰 是因为这个东西难闻 才可以什么 在疏口的时候才可以杀菌 你转过来 所有人才那儿 突然又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 如果说你这里面都是香精 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什么 营养 都是香精 你怎么可能杀菌呢 一般医院里面 好多这个药都是苦的 苦苦 莲药苦苦吗 他就提到这么一个点去见证它 就是说 就是因为有这个气味的存在 含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什么元素 结果的话可以杀菌 结果他们一说的话 坏事反而成好事了 结果美国人 这好多人追求买这个什么 买这个收货水 他后来打出去 打出去广告语 杀菌 杀菌 比口味更重要 一句话 不乱反正 全国人的话都认同他 这美国这个收货水公司成功了吗 他就是承认自己的缺点 你看 主动承认缺点的好处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气味不好 我坦诚相见 我想请大家 是宽恕我 确实气味不好 我以后会改进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就是因为这种口气 才能消灭细菌 更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和信任 所以我就说 不仅仅方法二 有时候你影响你的缺点 恰恰更能体现出你的优点 就是这一点 不要想让客户看到你是完美的 人不可能做到完美 只有是神 你要做企业 做人 肯定会有缺点 在缺点面前 你要一无反过去承认他 但是承认缺点不是唯一的 你要在承认缺点的同时 找到一个点 更好地肯定自己 当然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点 你还是把这个缺点建立下去 否则的话你会一无所有 不竞争方法三 营销明天 你看 跳出拥挤的市场 寻求新的需求 或保留一部分需求到明天 这样你就可以稳步占有 这些需求资源 从而规避竞争 就是我们营销明天 不要营销现在 现在大家都好的东西 很好的东西 你看到别人也看得到 那现在我就不要不做这些东西了 我做新的 就是你要做出来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拿出来以后呢 恰恰这个东西呢 又可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那一下你的市场就打开了 你根本不需要竞争 你做的是明天吗 好多企业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好多企业的话在盯着现在 盯着现在 那我们现在做明天 我打个打个比方 你看啊 现在北京 饭店里这个生意好坏 并不是到里面 我必须要品尝他的饭菜 口味好不好 而是一个点 看这个饭店没口 有没有拍成长队 没有拍成长队 在北京你可以这么看到 这么一个现象 越是排成长队这种饭店 可能生意会越好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 羊群效应 大家都往一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肯定错不了 大家都在信任这个饭店了 你看 越是排成的饭店 生意越好 就是不满足过客的意思吗 新策略 什么意思 对于饭店来说呢 我们就不一定 所有的客户来 我必须都满足 我要扩大生产 我要扩大这么店面 不需要 我积累客户的这些目的 积累这个需求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顾客 不断寻求爆发点 寻求这个消费点 今天我不满足你 这顾客的话 他又存在一种神秘感 我就是要消费你 积累的需求越多 在哪里积累的需求 就要在哪里爆发 这是需求的一个特色 消费者需求有个特色 在哪里积累的需求 就需要在哪里爆发 这么一个特色 企业也就有越能占领这些资源 所以饭店于是 我不满足所有的顾客的需求 我把这些需求 弄到明天去 至少我可以保证明天 又是满了 明天我可以满足昨天的 昨天的消费 好多企业是在满足以后的 那现在就是我 我拿明天的东西 满足今天的 拿今天的东西满足昨天的 你的企业 永远会积累一部分的需求 这部分需求的话 可以跟着企业的发展 一直循环下去 你的企业根本不需要竞争 你根本不需要竞争 你看 我刚才说了 发展好坏的标准 不在于菜肴好坏 在于什么排队等候 这也是什么 营销明天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略 第二个你看 不要过度的开发市场 过度的开发市场 等于选择高度竞争 我刚才说 不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你不要选择 选择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些 一些产品竞争 这个市场领域 你看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本书 谁瞪了我难道 我在 那当时我还在一家国有企业集团 认负整 当时的话我就读这本书 整个集团公司在什么 在组织人群 学习谁瞪了我的奶酪 这是一篇预言故事 就是告诉你社会竞争了 全国人的话都要为竞争生存 求生存的话 再找到一个点 突破点 你看 这本书出了以后 很快又有人写出另外一本书 谁能瞪我的奶酪 你说这个人怪吧 你看 谁能瞪我的奶酪 结果这本书出了以后 就已经很不好卖了 已经很不好卖了 因为市场需求毕竟有限 因为这个谁瞪我的奶酪 本身就没有什么深刻的预言意义 它就是一个点 这个东西不行了 我换个地方 就是瞪我也知道 人和换人活 对不对 那现在就说这些企业不是这样 这些企业还硬往前上 他又推出第二本 谁能瞪我的奶酪 这本书的话已经不好 已经不怎么好卖了 结果的话时间不长 出了第三本 我瞪了谁的奶酪 这个人又搞了这本书 搞这本书推到市场上以后 发现越来越不好卖 为什么 第二本书的话就瞎忽悠了 你在搞第三本书不更差吗 就是黄鼠狼夏老师说 一代不如一代 到这个地方 还没有结束 后面又有人写了 这些人挺怪的 你看 我能瞪谁的奶酪 你看人家都把我的偷走了 我去偷人家去 或者说我去竞争 我去把人家抢过来 我瞪别人 人家瞪我来 我瞪别人 换吃 竞争也是一种条件 也就是一种条换 结果又抽这本书 这本书给人就没人看了 最让人 最后来不能忍受了 就是最后一本书 谁能瞪我的奶酪 你说怪吧 他又写了一本书 谁能瞪我的奶酪 结果就是 谁瞪了我的奶酪之后 砰砰砰搞了四国本书出来 最后一本书 他在家读起来就感觉到 不是说那个头疼了 都恶心 都恶心了 结果的话 这些人搞这个事 卖不掉 现在你看 我说的就是 既然市场竞争这么几点 你赶快就把它跳出来 并不是现在所有的市场 说的不好买 两本书 战略决定成卖 细节决定成卖 在中国市场上 一下子之后 但是这还没有够到高度 真正到高度 我马上再讲 另外一个案例 哈利波特 究竟在中国 怎么销售达到 一千万本 一千万本 这第一 第二 我们其他人不看 我刚才说了 奶酪是吃的 你不一定非得要那个 要吃 也可以去品 你看那个一中天品三国 现在卖的挺火 现在时间不长的话 六小龙腾品西游记了 你说这个人 他跟他挺快 结果的话 像鱼蛋 他也不那个了 他说人家吃 人家去品 他也不吃 他也不品 他想 他怎么想呢 心里面想什么 我就说什么 结果鱼蛋写了一本书 有什么 鱼与心得 这本书的话 是狂飙市场 只是什么 十天销售了九十万次 这也很恐怖 我就说 跳开原来的市场 进入一个新的什么领域 你就可以规避竞争 实际上这种方法 就是营销明天的一种方法 这是不竞争方法三 我们再看看 不竞争方法四 打造名牌 品牌要像明信一样 有感召力 要有什么 要有粉丝 像一中天说了 诸葛亮有粉丝 刘备有粉丝 孙权有粉丝 美人都有粉丝 但是我跟你说 企业也要一样 企业品牌也要有粉丝 如果你的企业品牌 没有粉丝 这个市场我跟你说 跟随你的时间 不会太长 不会太长 不仅你要是有粉丝 而且你的品牌 永远要保持活力和动力 生命力一直很强 这群粉丝 实际上就是你的忠实客户了 对顾客进行隔离 只要对顾客进行隔离了 这群粉丝 在这个领域内 你不需要竞争 他走不走 他的心思 心里面装的永远是你 你改变不了这种形象 你看下面大肠金 大肠金火的不仅是影片 大肠金食谱和公园系列 一下子 全部就是推出市场以后 全部就分满 公园食谱 大肠金的一些什么 饭店 大肠金的一些公园 然后的话还有大肠金的一些什么 其他一些什么 什么经验品 在市场上非常火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产品的话 像大肠金一样 有明星效应了 一下子的话 就是好多人就跟随他 你看这比如说奔驰车 到任何时候 都是成功男人的选择 原因是什么 他是明星品 他的粉丝是什么 成功的老板 人家说老板是不是 老板是不是什么 也追星 不是老板追星 追星不追星 我们就谈不到 当然对奔驰这一块 可能很多老板是追星的 为什么 不开这个车 到哪去的话 没办法停车 你要是开个街铺车 到天明广场去开会 我觉得你没地方停 你骑自行车的时候 都不让你过 第一个就是 你不开这么好的车 你没办法停车 第二个就是 你不开这么好的车 你给朋友面前 你抬不起头 今天朋友车比你还好 那都七八百万 你这才能一二百万 不行 我还得比 好像就是买车了 我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我买了什么 买了这个 获得千单的机会了 他这么想 结果的奔驰车 越卖还越好 越卖越好 价格还越卖越高 越卖越高的话 还越卖越好 他是这么 一直的话 价格居高不下 根本就下不来 你看 你看这个奔驰车 你看这个猛牛酸炭乳 猛牛酸炭乳是什么 实际上它是超级酸炭乳 猛牛酸炭乳为什么卖这么火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李宇春那几个人 你看 把超女的粉丝 转化成什么 产品的品牌粉丝 超女的粉丝 到处都是 中国人好多人都是为超女 为李宇春加油 反正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为什么要给李宇春加油 结果他还有很多粉丝 很多粉丝的话 就是猛牛让他去代言 结果的话 他的粉丝都去买猛牛酸炭乳去了 不然他的粉丝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猛牛酸炭乳的粉丝了 在中国有一个词 叫爱乌及乌 只要喜欢一个人 他用的一切 他可能都会喜欢 爱乌及乌 这是不仅仅方法词 接下来我们看看 不仅仅方法误 最后一个策略 差异化运行策略 差异化 怎么才让你的运行 能实现差异化 差异化营销 需要一个有核心 且是专有的差异点 差异营销实际上是一个体系 产品差异 消费者也要差异 好多人认为 我把产品差异就行了 你卖咖啡 我卖杯子 但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定位的话 同意消费者 你还是回避不了竞争 只要一个消费者 只要接受两个同一种产品的商商信息 购买信息 它就会发生对比 你的价格高 它的价格低 你的产品好 它的价格产品坏 它就立马就形成 这种对比的话 不是你给它来 是它自己 是市场给它来 你控制不了 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要进行差异化运作 不仅我们产品要差异化 我们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顾客 消费者也要差异化 我看我们举几个例子 几个酒店也是差异化运作方法 第一个酒店 你看 比较奇怪 这酒店目前在国内 可能有人试验过 效果还挺不错的 恐怖酒店 这个恐怖酒店 它里面干什么东西呢 它有些地方比较近 它地方还有好多什么 奇怪的这些雕塑 塑像面具 很丑 仅仅有这些东西还不行 它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音乐环境 像画皮聊斋一样的 你进去你害怕 但是恰恰有一批人进去 为什么 特别是男的带女的 女的越害怕 男的越往里面钻 男的肯定是 他又不害好意 往里面钻 他体验自己是英雄气概 我就不怕 你看怕什么呢 怕了以后有我在 你这个女孩说了 你不要怕 有我在 他这么成立 这种方式的话 一下他销售还挺好 好多人去 核心差异点 核心差异点 就是他这个环境是恐怖的 跟其他饭店不一样 很豪华 很唱歌 很温馨 他是恐怖的 谁都知道 这个地方恐怖酒店 进了以后害怕 晚上睡不着觉 消费者差异化 胆子大的 想在女朋友面前展示一把 当然也有女的胆子大的 也往里面进 这样人家出来 不好找男朋友 胆大 这第一个恐怖酒店 第二个就是轻人酒店 轻人酒店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 轻人酒店 特别是第一天 男的见女孩 他喜欢什么 花钱 一下扑着 像自己大方 因为没事 男子气概 实际上发过钱以后 回去晚上睡不着觉 今天花太多了 睡不着觉 怎么办呢 他就有这种酒店 轻人酒店 给女的这个 什么东西 单子 给男的单子不一样 女的一看单子 一个最起码菜 一般的其他饭店 都是卖五块钱 这五十 这么贵 他给男同胞一看 其他地方卖五块 这个地方卖四块 他不说话 然后翻开第一页上面 就说了 请不要告诉女方 请保密 菜肴价格 他就不跟女孩看 点了挺多 一点的话算了 他还是六十块钱 这女的一看 又不行了 这几千块钱下去了 挺感动 还挺激动 结果的话 又要吃 还越来 又来 下车女的 女孩又饿了 等你到情人酒店 再去消费一把 我就再出池血了 实际上花不到二十块钱 情人酒店 第三 图书馆酒店 凡是爱看书的 没地方找书看来 在图书馆里面 没钱买书的 老是在那地方 赖着不走的 看好书的地方 又扫描了 被人家赶出来的 这批人 我觉得他应该到这酒店去 图书馆酒店 一举两得 又吃饭了 又看书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多吃一点 多吃十块钱 你跟那个谁 那个什么生蛋蛋说 多吃十块钱 再找十块钱 他就说 你多吃十块钱 我再给你生一本书 你拿回去得了 结果的话 这种东西 差异化一出来的话 核心差异点 就是消费数级了 这边不就是数级消费 我不仅仅是吃饭了 然后消费差异点的话 就是爱书的人 爱书又买不起书的人 爱书 这批人 他反而去 你看 我刚才说情人酒店 核心差异点的话 是什么 是感情消费 消费感情 实际上 他的顾客差异点 是在哪里 就是情人 就是情人 第四个 你看下棋酒店 下棋人 你看 饭钱对异 谁输了谁请客 这么一下 核心差异点的话 就是喜欢下棋人去了 喜欢下棋人去了 想干一把吗 然后 当然他的消费者 他那个服务员 他还凑不你 他说我们昨天 这地方有个高手 放话了 说一般人干不过他 那不行 我明天就找他干 好了 找他干 你干一把 干他 谁输了 他都赚 你输你请客 你请客在我这地方吃饭吧 你说你请客 在这地方吃饭吧 谁输了 他都赚钱 最不能让人感到 不可思议的 有一种黑夜酒店 这酒店什么 凭记忆吃饭 你要记忆吃饭 然后你要 对不起 我吃到鼻子里去了 赶快打开栋 好了 开车挣五块 要开栋 你出口要多 你花钱要多 这一位消费者 消费者差异点在哪里 消费者差异点 就是什么 游戏游乐消费 他这个爱好者 他这个消费者 差异点 就是爱好这个什么 游戏的 好奇心比较强 消费者 这个就是不竞争策略物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这么几个点 一个就是差异化运行 一个打到名牌 一个营销明天 一个缺点营销 一个快速强调消费者 注意力资源 通过这五种方法 你就可以做到不竞争 在市场上做到不竞争 你就是市场英雄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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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